你们干吗去啊 打狐狸 打狐狸 看看我 看看我 来啊 救命啊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救命啊 快来人 放开我 小狐狸太猖狂了 绝对敢袭击视线 绝不能叫他们再这样 打架结社 给他们拼了 总是一条命 谁怕谁啊 你怎么什么也没拿 你什么也没有 咱们拼命啊 你等我一些些 我回去找找他 快一点 小狮 小狮 是我的 放开我 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放开我 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站住 站住 撤 放开我 倒开我 他 년 大方霉 越来越穷贵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老爷 你没事吧 老爷 老爷 你醒醒啊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老爷 老爷 你醒醒啊 老爷 没事吧 老爷 老爷 你醒醒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老爷 老爷 你醒醒啊 老爷 老爷 你醒醒啊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老爷 没事吧 老爷 老爷 你醒醒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老爷 老爷 你醒醒啊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老爷 老爷 你醒醒啊 老爷 老爷 你醒醒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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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老爷 大厦长 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呀 天上的福飞啊 老爷 你醒醒啊 老爷 老爷 你醒醒啊 老爷 老爷 你醒醒啊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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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我们家没事了 那也是我儿子拼了命换来的 还不知道为谁玩的命 在家老老实实待着能让狐匪打 给我听好了 在家老实实待着 吃酒在家吃 昨天夜里 三个狐匪被杀了 他们肯定要报复他 三个 杀几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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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 我听人说是在林烟茶馆被打死的 那是谁打死我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吧 我也不晓得呀 要不你躺下试一试吧 还是你躺下来试试吧 来来来 我才不躺呢 你休息一下吧 好的 我怎么觉得 后背凉嗖嗖的 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 你喝个口 乓粉 你再会喝个酒吧 你也要自己喝个酒吧 最后还会喝个酒吧 和敌人面对面地好好干一场 我真没想到会这么窝囊的 对了 你和上面讲一讲 争取一些武装力量 要不我们连地方都保护不了的 你怎么晓得我没有跟上面讲啊 上面实在是派不出军队啊 那胡粉要是来报复怎么办呀 我也正为这个事情发愁呢 我的手 我已经是来的 我已经坐在那里面了 我现在已经给了一架努力了 我还是要去一架努力了 我现在已经是去迫事 我还已经把手挤了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 我现在找到了 你还没有带到的 我现在找到了 我现在找到了 我现在在哪里 他们这是做什么呀 我也走不走 老大 那两个人找你 陈少爷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民国政府的代县长 今天是特意来看你的 您好 代思远 我的帽子 不急不急 那天捡辫子的时候 陈少爷帮了大忙 那条尾巴我早就想捡了 早就晓得陈少爷在目睹镇上 也算是思想进步的人 代县长就别再给我扣高帽子了 你们革命的事我是一点都不懂 只要你想进步 不懂没有关系 我们两个可以教你的 我没兴趣 帽子还你 你们就紧急吧 你们说 要是听说 昨天晚上 林延茶馆有人打死了两个狐匪 这件事情要是你们做的话 倒让我刮目相看 惭愧惭愧 我们今天来 就是想跟陈少爷商量一下 打狐匪的事情 打狐匪 你们俩 我们想成立一支民团 来维持目睹的治安 还想请陈少爷挑个头 带着你的这帮兄弟们 咱们再动员动员 目睹的其他男兵 我说过 我对你们的事情不感兴趣 我陈家明从来都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 办民团自然是好事 可银子谁出啊 民国政府不出兵 那总得出些银子吧 这个银子 这个银子 我们民国政府一定是会出一些的 但是大家晓得 民国政府才刚刚成立 有很多要用钱的地方 一时呢 还拨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 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 就是想让大家 有钱的出些钱 有力的出些利 我们穷得连米都买不起了 图费也是闲贫爱护 抢都不抢 哪有钱出 钱肯定在大户人家出 对 那得看出多少了 这钥匙出得多了 我还不如直接把银子交给狐匪 我换个安稳呢 要是那狐匪真的来了 他放上一把火 那火可不管你们是穷人还是富人 那我问问民国政府 我要是出了钱 以后是不是可以不交税啊 这是两回事啊 今天啊 叫大家来 就是想商量一个折中的办法 我爹被胡飞打伤了 所以今天我替他来 我爹讲 城里民团是造福乡里的事 所以我们家愿意出钱 对 许老板被胡飞打伤了 他不出谁出啊 我爹讲了 胡飞一来 不管什么人都要遭殃 所以就算变卖田产 我们许家也会出钱 太太 许先生伤得不轻啊 脉象现在越来越弱了 想想办法救救我家老爷 我家老爷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们孤儿寡母的 他怎么够啊 我爹怎么样 怎样 要不是为了护着你和那把破琴 能伤成这样 爹 我爹 见到戴县长了吗 您交代我的话 我都跟他说了 老爷来了 你们这是练的什么功啊 葫芦功 葫芦功 昨天晚上我们就是靠着葫芦功 把胡飞给吓跑的 我是真糊涂了 昨天晚上你们辛苦了 好好练吧 今天晚上我在家里 摆两盅酒席 犒劳犒劳你们 谢谢老爷 姨娘 爹爹为民团出资的事 您就不要阻拦了 家也是爹爹的 他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扮民团我们为什么要出钱 又不关我们一家人的事 当真押房子卖地 我们怎么活 老爷是气糊涂了 可你该多劝劝他 你是迟早要嫁出去的 这个家败光了 你是不心疼对吧 爹爹是一家之主 我是按照他的吩咐办事 是 我就是 在这个家里 多待一天的 出了那把情 我什么都不会带走 好 这个是你自己说的 是我说的 江凌啊 咱爷俩虽然天天见面 但好像很长时间没有说心里话了 你想说什么心里话 我那个时候啊 也跟你一样 带着一帮喽喽到处舞刀弄枪的 不是我说呀 这牧族镇方圆几十里 不晓得县太爷爷的名字的人有 但不知道我陈家陈少爷的名字 没有 哎 那个米老板 我从小就欺负他 不过你爷爷 总想让咱们家能出个读书人 讨个功名 光宗耀祖 最少见着县太爷不用跪 所以就在我刚懂事的时候 你爷爷就把全苏州最好的私属请来 教我念书 可你爹 真不是读书的料啊 总是偷偷地跑出来 来到这菜湖边上 你帮我念我的书 我没想到 我让你来做 你只能混乱 我我开脚 我早就能够着 你只能够着 你只能够着 你够着 你只能够着 你只能够着 老婆的菜可是美味 听人家讲 当时的江珠巡抚都赞不绝口 但是 要是和这船上的秦娘 弹出的曲子比起来 那就不值得一提喽 想当年 我就像中了魔杖 天天往刀 就是等着 这曲子 从湖里飘过 我在想 这秦娘 一定是天下最漂亮的女子 我发誓 一定要把她去到家里来 听她弹一辈子的琴 可是 闭嘴 想听就不要插嘴 我手下那帮兄弟 打发走了那些定船排队的人 我一个人 才上个话 等这个船一离岸 我就迫不及待地 请出秦娘 摊曲子 那次 那次 是我第一次 见到她本人 两个时辰 这桌上的韭菜 我是一口没动的 两只眼睛 一直死死地盯着她 从那以后我就拼命地干活 我帮你爷爷收账 想的就是 能找机会 跟你爷爷提起提亲的事 可你爷爷一心 又想找个秀才的女儿 好希望今后 也能生个秀才 没多久 你娘就来了 那后来那个亲娘呢 后来嫁人了 你知道嫁给谁了吗 许南山 她就是许家大小姐的亲娘 好 蛮好的啊 你再讲讲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昨天不是讲过了吗 怎么又要讲 你还不待乏了 我跟你讲啊 你要多讲几遍 才能记得牢的 学耳时席之 不亦乐乎啊 学堂里大学生的 坏先生也这样讲 你不是新时代的先生吗 怎么也这样讲 你这个孩子 先生 我 谁啊 直华姑娘 今天子欣姐出去了 我煮了点粥 您就让小菜喝了吧 请进 请进 阿宽 阿宽 小朗 来 吃饭了 这孩子 这个猪蛮香的 还有一碗 你也喝吧 不用了 我已经喝过了 先生 您喝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先生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去药铺买的爹打药 我还以为是糖呢 老板讲这个特别灵 外伤一涂就不痛了 也不会留疤 先生 我先给您换上吧 那怎么好意思啊 那怎么好意思啊 先生不要客气 我还要麻烦先生教我认字呢 你要认字啊 这很好啊 我可以教你的 那这个 就劳烦直华姑娘 你真的太好了 沒有 你太好了 你入了 这номAll 你出去啊 就好 我给自己找一个志同道合的 什么是志同道合的 就是 我们两个人想的做的 都是一样的 好了 先生 这个药一天吐两次 您不要忘记了 谢谢啊 来 那先生什么时候教我认字啊 这 这个 你也晓得 我教大智兄弟认字啊 受了不少罪 要不这样 那儿 我们别让子欣知道 好吧 那谢谢一红先生了 阿宽啊 你累了吧 不累 家里的财都是我批 那你肯定想家了吧 不想 那你不想你娘吗 不想 你怎么会不想你娘呢 你肯定想了 对吧 不想 你乱讲 你肯定想回家了 这里比较好玩 那我是 你刚才交 colorful话 你真想把我批 finish 老婆 啊 你录见啊 那我教你 婚姻自由就是 男的自家想娶谁就娶谁 女的自家想嫁谁就嫁谁 不归别人管 娘也不能管 真的吗 阿宽啊 你真了不起 你比姐姐懂得得多 对 你讲得特别对 我呢 现在不想嫁给你 你可以回家了吧 那我想娶你啊 好 吃这儿 好 这是我表叔家的 两个汤兄 我跟他们一讲 他们都愿意跟你 干啥东西 好 坐 坐 好 这是我带来的 也坐 来 来 再说 这些人看上去 只能种个庄稼 踏个鱼 长个勺 这能打无非吗 有人报名就行 有人报名就行 各位乡亲 各位乡亲 保护目睹的安全 我们人人有责 我希望大家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这名团发响吗 我们会发给大家一点点的 吃饭 关保不 只要是训练 一定关保 那晚上能回家 老媳妇睡觉不 只要 胡匪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轮流回家 而且是想怎么睡 就怎么睡啊 我们地里种的庄稼 政府给我们收吗 这庄稼呀 还是要你们自己收的 民团发大烟抽吗 抽大烟的 我们是坚决不收的 别耍把烟 鸡 来 快快来 抓住 谁呀 上我车 鸡不开张 乖 鸡 鸡 鸡跑了 我这鸡 看你我哪儿跑 跑得给我打死你 别跑 看你我哪儿 站住 别跑 别跑啊 别跑啊 都怨你 跑跑 可就跟那沙子众里跑 站住 你气死我 别跑 你 你又来干什么 我来是让你们到茶馆 把他们夫妻带回去 我那里可不是善堂 我也没那么多闲钱 让他们白吃白喝的 你想明白了 本来是不明白的 养了两天就明白了 她自己有酒 难道让我拿轿子抬她回来呀 哎 您用什么抬我可不管 我今天来 一 是让你去领人 二 是告诉你 知景今天回来以后 就是您家的人了 我可不是她的娘家 以后后悔了 可不要赶到我那里去 你什么意思你 哎呀 你不晓得 住在我店里的大县厂 昨天告诉我 现在是新时代了 娶小老婆是陋媳 是犯王法的 以后一个男人 只能娶一个老婆 阿宽要是跟知景成亲了 就得过一辈子 那又啥不虑了 谁家娶媳妇 不像他们的夫妻 白头偕老啊 话可说得没错 只怕他们能白头 这偕老嘛 就吃不准了 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啊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男人六十了 怎么着 跟这是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您今年也就四十吧 阿宽今年才十岁 至今下个月就二十了 您算算看 阿宽五十岁的时候 知景也就六十了吧 那又怎么样 那六十岁还能满街追击吗 妻有此理 这老夫少妻嘛 日子倒还过得去 不老妻少妇嘛 到时候 谁伺候谁啊 那他们小两口做的事 旁人管不着 旁人是管不着 其实我也不想多嘴的 可是您想想看 阿宽现在还小 不明白 等他长大了 明白了 还不埋怨你 你们要是信不过我的话 可以跟我到政府 问个明明白白的 好了 我先走了 你们想明白了 就到我那儿把人领回去 再过两天啊 我可要收饭钱了 我女生不跳跳 还要帮你见 靠得唱 前间有的铜板开门 走 快点 走不动了 快点 走走走 二位慢走 正规的 正规的 阿宽的爸爸妈妈来了 我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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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比家好玩 比家好玩 你要回去 不回去 那我在这里劈财 你在这儿劈财 那我干吗 你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我不回去 这里比家好玩 比家好玩 你也要回去 明天你爹年月 你做的事 我没查管 改烧地步了吧 回去 回去 我回去 回去 我不回去 回去 我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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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儿子 走走走回家 我不回去 你干吗 回家了 回家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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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讲 你是跑去革命 我看你是不想伤心才是 你有本事 有本事你在排啊 永远别回来 天底下又有一万个男人 就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比你强 我子欣可是搬你挑一的 我为啥非要把自己 插在你这个牛份上 说你老实本分 你就学人家去革命 说你待饶后到 你就六相冒险 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跑了 没讲 你长得本事就回来 我看你现在本事就回来 不想 你死人哪 不讲一句 你就不怕我被虎非抢啊 你知道吗 你死人哪 这些日子 不非来抢 我都想死了 家里连一个敌视的男人都没有 就让我一个女人 我就可以插管的人 你也真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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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贤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你娘 你娘问我 你的情 弹得怎么样 我和我 Sepet 你娘问你 你儿子 她说的 这个地坑 我怎么知道 中国政府的代宪长 你如风伴来 我学花一朵 在汤中静静等你来 我从浪霞过 无心将花热 匆匆不留痕 你的芬芳不属于我 我等到娇艳都褪了色 你是否还怀念我 你只是太寂寞 我寻遍千里也没结果 前途愈发难测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不顾天边一时秋末 都苍老了那么多 我未曾疲惫过 我记得曾经穿堂过 望远花满随风飞落 随风飞落 我心里也没结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